但令人诧异的一幕再次发生了 明明可以以多胜少的恩格拉拉里克 却带队退走 当天夜里独自前往找寻兰格里尼 甚至赶跑了意图跟随的老三漂亮男孩 双方在西部围栏处相遇 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大家好,我是动物日记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开篇先说一下一个小话题 为何后来刚出道的坏男孩们 会被猎炎联盟撵得到处跑 正是因为在他们幼年时期 母狮遇到史比利罗克联盟进攻 就会带着幼崽们转移 导致了前妻的坏男孩的条件反射 听到熟悉的诗吼就开溜 史比利罗克雄狮联盟 最后两名成员组成的联盟别名 正是猎炎联盟 回归故事线 2003年10月 生理发育成熟的恩格拉拉里克 在西街雄狮的默认下 与斯巴达士群的一头母狮 发生了交配 此时的他成为了士群的主导熊狮 在之后几个月里 巡视领地和战斗都处于领头位置 但因为时间和疾病 西街雄狮的最后两名成员 在2004年彻底倒下 史比利罗克联盟 此时抓住了时机 将斯巴达士群冲击得四分五裂 只有有幼崽的母狮 带着自己的孩子 选择了追随老恩的脚步 一同离去 尽管此时的老恩十分不喜欢 这些当初伤害过自己的母狮 但此刻已经成熟的他选择了沉默 没有驱逐这群脱油品 他会独自捕猎野牛 以供这群老幼妇孺们日常所需 十只狮子 所需十量也异常惊愿 往往只需一天的功夫 整头牛 便连骨头渣都不剩 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几个月 老恩带着尸群中的两只亚成年雄狮 离开了母狮们 本以为 他们将开启属于自己的辉煌 但令人非常意外 他们撒仿佛只是游客 在萨比森到处游荡 他们不会向路过的尸群 发起进攻 也不和冲他们咆哮的地主雄狮们 展开战斗 工作人员 很好奇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难道这三个家伙 已经被史比利罗克雄狮们 吓破胆了吗 但他们又与其他流浪雄狮有所不同 他们不会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 也不会捡失地上的腐肉 而是高傲的川国 一个又一个的尸群 仿佛国王般在巡视自己的领地 2005年5月 在伦多洛兹闲逛的三兄弟 遇到了卡斯尔顿雄狮的咆哮 大哥老恩起初并未理会 带领着两个弟弟向马拉马拉进发 但卡斯尔顿却步步紧逼 三兄弟的退让反而让他愈发自信 终于恩格拉拉里克发怒了 他向卡斯尔顿发起了攻击 但这头地主雄狮却转身就跑 让人忍俊不禁的老恩口吐白沫 千里追杀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两头雄狮就这么一前一后的全速奔跑 使得拍摄人员都无法及时跟踪拍摄 动物日记认为这期间肯定有战斗 兔子急了都咬人 何况是巅峰期的大块头雄狮 而此时老二瑞斯塔和老三PB 正在全力地进攻 该雄狮的瑞文考特士群 除了一个年轻母狮逃脱 其余所有成员全部被击杀 于是坏男孩联盟的第一批受害者 就在地主雄狮的错误决定下诞生了 击杀完士群的瑞斯塔和PB 在鱼口土白摸的老恩会合后 并没有占据这片领地 他们继续向着马拉马拉前进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依旧开始游山玩水 在兜兜转转一大圈后 2005年底 他们回到了马拉马拉周围 而此时的斯巴达小分队 因为猎岩雄狮的进攻 母狮们已经臣服 剩下的三只亚成年雄狮 追寻着老恩的气味 加入了他们 此时他们被当地人取名为 埃尔菲尔德雄狮联盟 而不是叫斯巴达雄狮 此时他们的成王之路 正式拉开帷幕 当时的萨比森 因为之前有偿狩猎及偷猎的原因 导致雄狮数量锐减 很多狮群的狮王 只有一到两只 五名成员以上的 只有罗拉克斯特雄狮联盟 和埃尔菲尔德雄狮联盟 但前者因当地传染病的影响 导致活动频率大幅减少 所以此时 由六名成员组成的 埃尔菲尔德雄狮联盟 被无数人期待着 希望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 初到之初 他们无所畏惧任何会动的生物 任何引起他们好奇的生物 都将受到他们的打击 野牛 脚马 犀牛 河马 甚至鳄鱼和长颈鹿 都在他们的尸谱上 2006年1月2日 六兄弟再度集合 他们并没有将目光 放在史迪斯克 塞拉提等规模较小的狮群上 而是由老恩率队 直接扑向了 更西边的超级狮群 沃泰华狮群 此时的沃泰华狮群 由萨比森丹挑亡 兰格里尼掌控 此时的兰格里尼 战绩十分耀眼 数次击败了入侵熊狮 甚至在EV2的情况下重伤了 罗宾和双狮联盟 面对六名陌生熊狮的入侵 他没有畏惧 甚至与恩格拉拉里克隔岸对吼起来 面对兰格里尼的挑衅 兄弟们跃跃欲试 甚至连年纪最小 还在成长发育的 老五怪尾巴及老六撒旦 也止不住地兴奋 但令人诧异的一幕再次发生了 明明可以以多胜少的 恩格拉拉里克 却带队退走 当天夜里独自前往找寻兰格里尼 甚至赶跑了 意图跟随的老三漂亮男孩 双方在西部围栏处相遇 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当工作人员还在思考 如何编辑次日的头条新闻 以吸引游客注意 猜测获胜方式 恩格拉拉里克已缓缓从利林走出 回到了弟弟们的身边 大战后的他 看起来状态不错 只有右下那颗拳齿完全断裂 而另一方蓝格里尼 老恩硕大的拳齿 留在了他的脸上 且因后腿严重撕裂伤 一瘸一拐地返回了沃泰华狮群 并在几天后 彻底失去踪影 考虑地理位置原因 进入其他地区的可能性较小 大戴绿因伤势过重 导致死亡 煤灰黄战绩 体型大 只是领导能力出众 很多人喜欢拿老恩 与其他狮子进行比较 认为他严过其时 可大部分熊狮离开狮群后 是靠吃腐肉为生 且生存率极低 但老恩从斯巴达狮群分裂后 独自照顾五只亚成年雄狮 和四只年老母狮 就已经说明他的战力 要知道 石头狮子每天的食物量很庞大 他能驱逐弟弟 独自找兰戈里尼单条 足以证明他是多么的自信和强大 当一只雄狮具备体型经验 和足够自信时 就已经是狮王级别的存在了 在击败兰戈里尼后 六兄弟陆续进入了 沃泰华狮群的领地 这期间老二瑞斯塔与老六撒旦发生冲突 撒旦差点被重伤致死 幸亏其余成员赶来阻止了双方的争斗 而失去了狮王的超级狮群沃泰华 因部分母狮为了保护幼崽而出走 逃亡的母狮 几日后还是被追上 连同幼崽一并被兄弟们撕碎 残缺的沃泰华狮群 显然不能满足六兄弟的胃口 这次他们的目标放在了位于伦多洛兹南部的塞姆格威狮群身上 而之前提到的地主雄狮卡斯尔顿 此时就在塞姆格威狮群 并且已向该狮群的狮王臣服 2006年7月2日 恩格拉拉里克率先出现在了塞姆格威狮群附近 并遇到了和他同岁的地主雄狮杜祖南 在确认母狮群位置后 老恩选择了退让 这使得杜祖南格外的兴奋 他认为对面这头比自己体型还大的雄狮 在惧怕自己 在返回狮群的路上兴奋地一直吼叫 殊不知 撤退的老恩 在次日带着五名弟弟 重新出现了 他们风一般地朝杜祖南展开攻击 然后四处追杀幼崽 杜祖南在塞姆格威狮群们的帮助下 重伤逃离了 然而卡斯尔顿却没那么幸运 当场战死 其余母狮 敢于反抗的军备相继处决 剩余的则四散奔逃 埃尔菲尔德雄狮联盟看似圣王 但却毫无战力品 甚至身后的沃泰华母狮们 也出现了逃跑现象 然而几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弟弟们 对于母狮们的逃亡 显得格外开心 毫不在意 简单整合分组后 便开始了一遍遍的巡视领地 很多人疑惑 为何后期体型不占优势的莫瓦斯兄弟 能战无不胜 其实这时的经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亚成年期间便巡逻领地 给此时的怪尾巴及撒旦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自信心 而熊师战力的关键因素 正好是自信心 这一时期的老恩正处于巅峰期 其余弟弟均为五岁左右 虽未完全长大 但已然在萨比森保护区锋芒毕露 2007年初 六兄弟们花了近半年的时间 彻底掌控了沃泰华师群 沙河师群 塞姆格威师群 他们愈发地肆无忌惮 整日以追逐非洲二哥 追逐猎豹等动物为乐 看着其他动物们 因为他们害怕而兴奋不已 老五也正是这一时间 将自己的尾巴顽断 造成了尾骨断裂 哪怕后来商誉 也依旧怪异地折弯 这也让他有了自己的新名字 怪尾巴 该联盟2001年1月出生的 第三名成员 同样此时才有了新的名字 因为他早期棕毛实在长得太慢了 五岁的年龄 只有三岁的棕毛 导致人们对他的关注度不高 简单随意地取了T2座标号 没想到这家伙却在2007年初 棕毛暴涨 甚至一度有望赶超东非熊师 体型也逐渐说大 因而被更名为漂亮男孩 诗迷们更是直呼其为大漂亮 提到大漂亮 就不得不提他的吃货属性了 根据所有记录 唯一能让他没吃饱就离开食物的 只有猎言兄弟 后期发育后更是连老恩的面子都不给 要知道熊师联盟的近视顺序 绝对是主导世王优先 而大漂亮与兄弟们的打斗 几乎每次都是因为优先近视导致的 他不好女色 不好玩闹 唯一可以让他提起兴致的只有食物 这个习惯也导致了后来的他 感染了牛结合 巡视领地时 只要遇到动物尸体 哪怕在腐烂 他也会上去嚼几口 当然如果可以满足他的近视 他对内也是最温和的 回归正题 2007年初 埃尔菲尔德六兄弟们 发现他们有猎物 也有领地 但极少的母狮数量 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于是 他们继续对外扩张 这次的目标 是刚组建一年的查拉拉狮群 六兄弟浩浩荡荡的 向着该狮群领地靠近 途中老二瑞斯塔与老四突尾巴 更是冲击了游客车辆 这使得人们第一次对该联盟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而之后的两个月 更是让他们恼怒不已 2007年初 也就是进攻查拉拉狮群期间 这一时期的六兄弟 不知为何 他们在击杀查拉拉狮群的 狮王洛奇后 让人惊讶的是 居然就地进食了起来 并且在母狮已经沉浮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了杀戮并进食 这不仅使得原先石头母狮的数量 锐减至五头 更使得人们尤为厌恶 愤怒的人们 将南非那个年代臭名昭著 平凡使用野蛮手段的 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名字 赋予了这六头雄狮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马波侯 而坏男孩联盟这个名字 也在此刻真正意义上的诞生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